第九转 真的是第九转 还是原地人物 我这弟子 最大的缺点就是学东西太快了 你都来不及指点 恭喜师兄 九转八强大圆满 下次我再来 学习给我拿出最强就行 妖孽呀 坐 是绝世妖孽 你肯定耍什么花椒了 日后楚兄若是愿意 我也可以为你 十点一二 二十万战力 他居然看出了经济领域 人家就看出此人不同牌下 不会是敢于舍弃身份称号的人 恭喜宿主完成无限制任务八次 奖励二十四次顿武 富国饶了我吧 哎呀不脆节肉身怎么练把药力呀 这总是飞得你一口啊 跳牙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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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尊 师尊听说真龙巢秘境马上就要开启了 嗯 以我的势力应该 你不用去 什么 你的销炼速度已是同辈第一 现在稳扎稳打即可 哎呀 师尊放心 我去了也不会贪功冒进 我已经替你回绝了 啊 你不懂 真龙巢有诈 有诈 每次秘境开启 太初胜定 便会借机猎杀我混沌弟子 你若是遇到了太初的人 一定 要格外小心 啊 师尊看看 这臭丫头到底藏哪儿去了 哼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 排名第二的太上长了 竟也只是半步天境 哼 混沌圣帝果然是没落了 住嘴 小徒年轻不懂事 天衣道有 物怪 童言无忌 闭关 闭关 我要闭关 太初圣帝万阳辉 见过混沌圣帝圣主 愿圣主 早日迈入圣人境 直到我们圣主被困天境 还哪壶不开提哪壶 哼 万道有此来何事 万某奉我家圣主御旨 特邀混沌圣帝 共赴真龙巢秘境 你们还送弟子去吗 我弟子上次全摘在里边了 谁送谁孙子 另外 这次我还带了太初圣帝的新晋弟子 希望能与贵地高徒 切磋交流 见见世面 在下谢玉龙 派出炼体境第九 在下福妙同 派出炼体境第十 这 这要是在我们这儿 能签三吧 你的弟子排行第二吧 要不 去把帝天的弟子喊来 我来了 弟子林小雅 拜见圣主 各位长老 这是谁呀 不知道啊 都没见过 林小雅 是吧 你有这份心就很好了 是啊 自改出去玩吧 这就是你们的高徒 他可是帝天的弟子 而今已拿十万战力 圣帝新弟子 排行第三 那就速战速决 这么骄傲 还以为你排名第一呢 哼哼 在你们混沌圣帝 我就是第一 打也不敢 自取其辱 自取其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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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输了 就算我输了 你也不是我师兄的对手 笑话 啊 来了 一样让他趴下 太书圣帝 同妙同胜 这就是 混沌圣帝 弟子的实力吗 报 帝天长老 邪弟子萧云求见 好 快请他们进来 这位 便是萧云 哦 有响的神子 啊 是谁打伤了我师妹 哼 是你师妹 忌不如人 我也不欺负你 你让我退一步 便算你赢 好大的口气 我想 混沌圣帝 并没有想用车轮战取胜的方式 多是 我们混沌圣帝 的确不屑于用车轮战取胜 萧兄平日里 是爱做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 可关键时候 就不要坏了咱们圣帝的名声 既然这样 那么就请楚兄替我 与这位兄台打一场 死吧 该死的萧云 我在这里 等福道友休息好了再打 成正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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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若了 太苏圣帝 献玉龙上 唉 这献玉龙好快的速度 这就是太苏圣帝传闻中的闪电体弟子 呃 废物 这可怎么办 萧云他只是个繁体啊 是啊 无法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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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